2023年最大最新的一口锅从天而降 王一博背扣了一口大大大的锅 跨年晚会后张一星工作室亮出压不压重不重要 一句话引起其粉丝觉得自己爱都受委屈 从而辱骂王一博两天 因为王一博宣传了电影无名 但出现的流程图和主持人提前课程 节目也只提前两分钟 分钟数还是流程上的六 五可以自己再次读秒计算 第一关于压重 全世界承认张一星压重可以吗 拜托你们自信一点不要怀疑自己 事实上主持人确实给你宣读了你是压重 王一博本人到粉丝没人说自己需要压重 王一博的舞台播放量一个亿 有近18亿的热搜大厨圈 圈内外一致好评神经舞台要欣赏 有即将上映的电影大咖影集的真儿导演的电影 无名要准备真的很忙也没关注别人 如果对平台有意见也请跟平台说 这不是你们网伐忽一人两天的理由 由东方问世收视表可看到各式断冠军 王一博那段表演收视拉伸也是相当明显 第二关于表演失败专业歌手表演时掉脉 而反出问题舞伴跳错 甚至掉下台都能面不改色继续表演 这才是歌手的基本素养 你觉得摄影师走位不合心意 继而黑脸导致表演失败 这要找也问你们自己节目策划编导 为什么没提前沟通好 问东方卫视啊 怎么在这里撒波打滚呢 工作室下场那粉到粉丝两天网吧一波 到现在还让粉丝大粉做黑视频诋毁他人 第三关于压缩时长以及时间 张的节目在你家所谓的节目表里只相差了一分钟 原来的是40分上台 后面改三成8.49分上早一分多 难道张艺兴表演时看黄力掐击时 早一秒都会导致表演失败 节目时长节目表里6 5 实际6点20分非但没少海多了 这是哪门子被压缩哪门子被抢 而且节目的流程也一早放出 而且主持人在王一波表演结束后 就Q人海会再次上来 王一波也是按流程做事 并没有临时的流程 还是那句觉得不满剧长未事 从王一波结束到张艺兴节目开始 相隔了快一个半小时 何来没有充足时间一说 说过你觉得是工作人员失误 请找官方 为什么造谣辱骂他人 而且张艺兴舞台失误打滑也不是现场工作人员的失误 这是舞台失误 张艺兴舞台失误也不是第一次了用得着那样造谣转移视线 第四 关于粉丝脑服的采访 原本节目表里写张46 舞表演结束 46分05秒无分进入全日主持串联 时间为50秒 然后立马大合唱 你告诉我哪里来计划抢了采访时间 再次强调自己对平台不满 请找平台别扯其他无辜一人 想想王一波也真够无辜了 瘦了2023年最新鲜的一口锅 娱乐最前沿 感谢观看